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班牙的大法官对江泽民发出的逮捕令失效 这做成了 抗议成功 我在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在西方的预言当中 当世界将走入到最后的大审判的时候 这个大审判你上罗马的梵蒂冈的小西斯敏教堂 你看看米开朗基罗的画的整个的大审判的故事 审判 谁审判的 神 对吧 神对谁审判的 对这天地之间神所控制的所有的生命 而如果神去审判的话 那是人间的法律吗 包含的那部分有可能 他一定是取决于人性方面 生命的概念当中 在对神的敬仰当中的这个理念 是这道理 那所以呢 我印象当中在最后提到的 每一个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都会对自己的生命 对自己的生灵 对自己的人性的一面 在神的面前有个交代 那相信如果神去审判的话 在这样的概念之下 首先他的确认一点 就是这天地之间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被确定的 那这种审判 去讲每一个生灵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他的人性的归属 生命的品质的归属 应该是这个概念 对吧 那这种生命的归属 可能就决定了每一个生命 你未来真实的境界 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是这道理吧 所以在我的体会当中呢 包括圣经启示录当中都提到 最后的魔鬼呢 魔所展现出来呢 是一个淫荡的各个国家的王 跪在他的石榴群面前 这个我在昨天节目当中 跟大家描述过 喝着这个淫荡的酒 而西班牙政府 现今的政府 他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 所以很自然的就通过了这样的修改 那作为西班牙政府 他关心的是西班牙的食品和西班牙的红酒 与葡萄酒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网牌 出于利益而修改法律 而作为他们正常的法律的角度来讲 法官认为那些人是犯罪嫌疑 而所犯的罪是反人类罪 这是国际法当中的 对吧 反人类罪 就是在这地球上 他们的行为不配成为一个人 多简单 但是呢 透过法律解决 透过修改法律 而阻止正常的法律的运作 而阻止正常的真相 能够大白于天下 在我的角度来讲 就是你今天看见什么叫魔鬼 还是说那句话 你上Apple的 苹果的手机 或者iPad里面 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在找 说每天会有什么 每天会有什么 你听笑话 大概2014年7月23号 7月24号 忘了 你点那个日子的时候 他就出一句话 第一的门打开了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这么说的 西班牙修改了普遍管辖权 对江泽民的逮捕令 将失效 西班牙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修正案 对司法普遍管辖权 做出限制 新法律生效后 有关十几宗 涉及到侵犯人权的官司 将不了了之 包括对江泽民的指控 那文章 他首先引述了 就是皮诺切特被审那件事情 当时是1998年10月16号 那那个消息是非常轰动的 那个消息 我当时我也知道那个消息 所以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 就是皮诺切特到伦敦去治病的时候 西班牙的法官向英国的警方 国际刑警发出了这个命令 要求这个英国的警察抓捕这个皮诺切特 当时也做了 那后来出现了很大的一种纠纷 那就把这件事情回忆了一下 然后他紧接着就提到现在事情 说现在来讲是西班牙的耻辱 他是这么来说的 那说是西班牙的耻辱 这句话呢 是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议员 是联合左翼党的议员叫做拉玛萨勒斯 他批评说 对政府来讲 贸易关系显然比人权更重要 这是西班牙的耻辱 贸易关系什么 是钱 对吧 钱的作用 使得他们丧失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你如果靠出卖尊严而换取金钱 让人们联想到的是什么词呢 妓女 对吧 淫荡之腹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不知道朋友又怎么想 可能有人会说 可能有人会说 这是中共的强大 我们这种强大如何如何 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 我还是说那句话 我们把这么大的事情放在你身上 你怎么想 对吧 道理太简单了 你是个 你跟你媳妇恩爱 刚结婚不久 但你满足不了你媳妇的某些要求 然后你媳妇就去东莞出差了一个月 然后回来你媳妇满足了她的要求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你媳妇也没跟你离婚 对吧 道理是一样 这就叫贸易与人权 反过来说 就是绿帽子与秃瓢的关系 绿帽子和秃瓢的关系 道理就这么事 你放在个人上 你觉得可能是耻辱 当然有些人没觉得现在这种事是耻辱了 人家都进入了共产主义叫共产共期 大家换期玩 那个事 那个事我在石头的脑子里多少还有点空白 因为我搭不上茬 我有点理解不了 我只知道有公共谈云的说法 但是你让我理解那个问题 我确实有点理解不了 这个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描绘 因为那不是 不是人连牲畜都不如呢 对不对 文章提到说 新法律生效后 原告和被告都必须是西班牙公民 至少生活在西班牙才能立案 那执政的人民党议员说 这是一个进步 这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率的调查此类犯罪 而不会唤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这是一种利益的说法 不切实际的希望 人性是希望还不是希望 对吧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男人上外头嫖 女人在外头卖的话 你说他是希望 是希望还是现实呢 他对你的忠贞 大家就像有些人说 说这个人非常好 两人离分离了 大家不齐不利 大家谁也不背叛谁 对不对 十年二十年 谁都没见面 但是呢 彼此保持着对对方的忠贞 在小说中 在文艺作品中 颂扬着这一份纯真和情感 对不对 当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说彼此离开的双方 他有他的另外一半 他有他的另外一半 而这两个人见面之后 又重新燃起彼此之间的情感 而且这种复杂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情感 造成了家庭的不知道它是悲剧还是幸福 人们在这种久分久别之后又重逢 而彼此之间的情感出现了难以了断的时候 人们说这是生活 对吧 现实的生活 在我看来呢 这是现实的生活 但是它不是人性中的希望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位这位议员的是同意修改法律 就说我们不要希望 我们只要现在实在的利益 还是验证了我刚才跟大家讲 什么叫大淫妇啊 说白了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对吧 这就人性堕落 那只有人性堕落了 大范围的堕落了 才会出现圣经启示录当中提到的大审判 如果没有这样的堕落 人们都在坚守着人性的这一面的时候 大审判也就不存在了 那也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我可以这么讲 不也就提到了石涛的说法 2012真相打白 2013大善打恶 2014每一个人自个儿给自个儿做个决定 内容我觉得挺简单的 他评论了很多 我在我的眼睛里就这么回事了 而且这种发展的过程 在我的个人的看法当中 其实是个只是人在判别善与恶的一个过程 那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 两个政府也好 政权也好 最高级别的会谈 而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建政之后 那出现了一种划时代的做法 那这个做法网上评论比较多了 我觉得没什么可讲 在我的感觉当中没什么可讲 而自由亚洲电台呢 他登了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王玉琪 也就是台湾这方面的人 到了中山陵 祭典国父孙中山 强调中华民国持续存在103年 文章讲说 正在南京访问的台湾陆委会的主委 王玉琪星期三到中山陵 悼念国父孙中山 随后发表公开演讲 演讲中说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 经过103年 迄今依然存在 这是非常关键的概念 正当 名正言顺 名门正取的 还在 还活着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的隐喻就是1949年建政的 靠屠杀中国人建政的 共产党的政体 是不合法 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待